9 1 2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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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合喝酒與跑步 這是源自於加拿大Bear Mile的酒精路跑 這項活動在國外多個地區早已盛行許久 近年在台灣因為YouTuber影片的效仿 再加上便利商店的高密度 以及台灣社會風氣自由 使酒精路跑在國內吹起一股潮流 並成為台灣獨有的酒精活動 從某間超商出發 然後一個人自己買一份酒 我們會一邊喝一點小酒 在便利商店然後再喝一次大的 基本上前面大家都是還很歡樂 然後到後面開始有些人比較不行了 然後大家可能就臉紅紅的 然後可能會有點亂講話這樣子 有兩三個人喝掛 那也有些很荒謬的事情 吸收過多的酒精 會使人產生意識不清的狀況 再加上酒精路跑過程中 參與者會移動 加速了心肺循環 更加快對酒精的吸收 也因此更容易讓人神志不清 進而導致許多脫序的行為 嚴重時還可能擾亂街區的安寧 而且穿梭在人來人往的道路中 若是沒有將使用完的容器蒐集處理 也可能造成環境髒亂 多段延伸都是一些比較老名 像狼愛安寧的案件 它後續延伸的行為通常都會有一些 比如說第一個就是去酒駕 或者是最早在路中 可能天色昏暗 後面的人後我就沒看到 沒有辦法那麼的準確的時候 東西掉了不見了 這樣都是迫入在被害的 酒精路跑若是在台灣以外的地區舉辦 會違反許多的法規 像是在美國、泰國、波蘭、新加坡等等 都有明文禁止民眾在公共場合飲用酒類 且酒精類飲品只能在特定時間內購買 以避免民眾過度飲酒引發社會問題 與台灣24小時都能在便利商店中購入酒類不同 在美國雖然各州所訂定的法規 對於買酒時間不完全相同 但絕大部分還是只有在白天才能購買 而泰國、波蘭、新加坡 就有制定出明確的合法買酒時間 在泰國只有在11點到下午2點 和下午5點至5夜12點 才能購買酒類商品 波蘭的合法購買時間為 早上6點到晚上10點 新加坡則是早上7點到晚上10點半 酒精路跑是新興的酒類活動 適當參與有助於排解生活壓力 但過程中還是需要注意安全 以及自身的身體狀況 在公共場合中也要尊重其他用路人 才能玩得安心且不影響到其他民眾 中正一報、徐孟臻、唐念香、嘉義民雄報導